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10月29号 星期二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星期一在北京天安门前发生的 汽车撞人起火事件 中国当局呢初步锁定了两名维族男子 那么北京是否会在收紧对新疆的管控呢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 第18届三中全会将要在11月9号 到北京召开 那么天安门的撞车事件 是否可能会给会议带来更多的变数 稍后我们将会有来自北京 还有香港的分析和报道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就在北京因为天安门撞车事件 加强维安的时刻 中共中央政治局呢 在星期二召开了会议 决定第18届三中全会将会在11月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开始 在北京召开四天 那么除了确定会议的日程之外 政治局的会议还讨论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将要推进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还有生态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那么中共底层设计的改革范围 还有深度 这也再一次成为关注焦点 三中全会到底能不能有所突破呢 北京各界对于这场会议 又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质疑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大家介绍详细的情况 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在北京的美国基因记者东方 东方你好 你在线上了吗 是 好东方我想我们可能这个连线的讯号不是太好 你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听得到 我听得到你们的声音 好的 现在很好了 东方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很多人说赋予了很高的期望 也有人说这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要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跟我们谈谈你在北京的观察 是的 这次三中全会呢 是你刚才也讲了 10月9号到12号 在北京召开 是提前了这个10天公布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次三中全会之前呢 那个公布了一个路线图 说三中全会要讨论什么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讨论到 没有讨论到 我们大家所比较 外媒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也没有传到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废除这个 这个 户口制度 劳改制度等等 这些东西呢都没有提到 那么这个 这个改革方案呢 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看 有很多看点的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 公布了一个所谓的383方案 提到了几个重点改革的领域 那么我们呢是非常的关注 其中呢我们想啊 主要是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新的新土改和反腐问题 那么我们想讲一下的就是说 在这个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待会还要继续的在讨论 这个天安门的撞车事件 那么三中全会呢 今天公布了这个 公布了三中全会的召开日期 可以说是在薄熙来案件审理之后 那么中央已经摆脱了国案的影响 全党呢大概现在 从现在开始到13 到18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呢 我看大家的主要 主要的注意力呢 会集中在这个三中全会 怎么改 改什么 哪些改革方案 会推出来 到底有没有时效上 宇文 对是东方 那么你刚刚提到 很多外界所关注的 像是深化政治改革 还有很多其他的民生问题 并没有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但是对于反腐呢 我相信很多中国民众 很想要了解 政治局会议 特别对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看点 反腐这个议题 他有什么样新的提议吗 这个反腐问题呢 这个是国务院的这个国研中心 提出了一条 就是说要奖励连结官员的做法 我们知道以前呢 就是中纪委派调查员 派新的大臣 到全国各地去巡视 去看哪些地方有反腐败官员 把他们抓出来 把他们双规 把他们抓到北京 那么今后呢 看来这个情况是呢 这个反腐啊 是越反越腐 前腐后继 那么各地的官员呢 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 是特别的严重 特别的广泛 现在呢 就准备采取这么一个办法 就是说给公职人员 奖励的办法 建立一个这个联结官员的 叫做联结年金制度 那么只要公职员 就是国家干部啊 这个官员呢 没有犯重大的错误 或者呢 在他退休的时候 没有发现他有腐败行为 退休以后就给他们奖励款 我看到这种做法 就是以百分之十来截 大概有人说有五十万元左右啊 这个数目呢 还是相当多的 这个奖励 奖励连结官员的做法呢 在民众中啊 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呢 就等于是 这个明显的 给官员 这个又给了官员一部分钱 让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来 而且并不一定能够 止入 这个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 贪污呢 他照样贪 你只要不抓着他 等到他完了以后 退休了以后 还能拿到更多的一批钱来 所以呢 这个办法 能不能止入贪污腐败 这个可以说会值得 有一个问号 另外一个呢 就是值得关注的呢 就是用这个 原来是说用社保卡 来代替户籍制度 那么从今天这个情况下来呢 大概还不会一下子 取消中国的户口制度 是社保卡和户籍制度呢 双轨制并行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新土改了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 很多财政收入啊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要靠卖地 那么现在地也卖得差不多了 地价呢 也升不上去了 这个各个地方呢 都有这个土地啊 泡沫啊 房地产泡沫 那么下军十年 怎么能维持这个高速增长呢 现在想个办法就是 提起用的土地 农村的土地 要不要进入市场 贷卖农村的地 这个能够维持这个高增长 这个呢 也是有争议的 对 确实东方有很多的问题和看点 当然我知道 接下来这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内 你可能也要忙着有关三中全会的报道 好